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所谓的好品位就是简约日常基本款 同时充满个性 充满军工装的特色 还有讲了英国的好品位MH MH也是的 简单 基本款 但是充满个性 但属于它自己的个性 跟APC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我称为是知识分子审美的这样的英国好品位 但是很多人不一样 从时尚的角度 英国有其他的好品位 从那个街头时尚的角度 可能有另外的好品位 那我说的是英国好品位是哪一种呢 就是日常而平凡而不平淡的 简约而不简单的 那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讲完英国好品位 巴黎好品位 那我们就有一个跟中国人特别相似的审美风格 叫日本或者叫东京的好品位 就是四十五二 就是了解禅士的读者的话应该很清楚 我们是非常热爱这个日本的服饰文化的 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品牌 而且呢 会倾向于介绍一些中性的 或者说偏男性的一些服装品牌 但是我们Secret Hood的视频栏目啊 之前四期吧 就没有讲过任何一个日本的助理人 日本的品牌 那今天讲这个四十五二这个品牌 和它的主理人景商宝美 我觉得是第一次 为什么讲一个女性的 而不讲一个男性的 讲一个时尚品牌 而不是讲一个工匠品牌 因为日本的那些服饰文化 太多的都是工匠的匠人匠心的这种品牌 其实就有原因的 就是当我讲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日本也有他们的优缺点 优点呢 就是他们的匠人品牌 手工品牌 或者是就那种家庭作望式的品牌 专精于一个领域的 服装的某一个支线领域的品牌 它是多如牛毛 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生命力旺盛 但是有一点 它要走入到全球市场 走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它的优点是它的匠心 它的工艺 它的面料 它的缺点呢 不足呢 就是它好像也缺乏一种穿衣的风格打造的能力 尤其是跟欧美市场来比啊 就是独树一致的输出整套穿衣风格的这种能力和原创性 我觉得是有点欠缺的 从这个角度 就是我们讲好品味的时候 不仅仅是讲它一个服装的 比方说做牛仔的大阪五虎啊 他们做阿美卡基的 这瑞麦卡尔一样 吉拉多啊这些的啊 牌子好像他们都很厉害很牛 做一件产品可以做到极致 但是他们输出整套的 因为穿衣服毕竟是打造人的形象和风格 他们这一方面的话觉得不足 说到日本好品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这样的品牌或这样的主理人必须 他不仅是一个匠人 也不是一个做产品的艺术家 他必须是一个时尚的穿搭的整体方案的提供者 就是我觉得纬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介绍的景上宝美45R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它就是更符合 我们说从做好一件产品 以及上升到输出整个的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 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是做了日本品牌里面比较平衡的一件事情 他不会像那个成名的日本的时尚大师 穿酒保龄三本要四 然后三摘一身 风格原创性很独特 但是他们的产品呢 似乎对于一件产品的 我们说的那个功夫用的 不会像阿美卡基那么足 或者像大阪五虎那么足 但是大阪五虎这些牛仔品牌 他们是一件产品做到极致 很了不起 但是他们在风格打造上面 原创的造型能力上面 他们似乎有所欠缺 就45R刚好是这种 日本的时尚设计大师所具有的这个优势 以及阿美卡基大阪五虎为代表的这些 日本的专业的产品品牌 他们擅长的东西 45R做了连接 它是一个两边 日本的服饰文化的优点 都继承好 做了一个时尚和产品工艺 非常平衡的一个品牌 为什么讲45R我觉得是基于这么几点 第一点的话就45R 我认识她的话也有几年时间了 然后瓦伦姐姐也买过她的服装 我也陪瓦伦姐姐逛过45R 日本的旗舰店 亲身感受过 而且跟他们这里面做了很多的交流 服装的话也穿过 也买过 也摸过 就是她的行路也经常看 为什么讲她 基于个人的第一 就是45R最对应我性向深刻 认识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她请了一个主理人 叫琳达女士 还有几个老年的女性 老年的男性 她的朋友 也是艺术家 也是一些设计师 作为她的模特来拍行李 我印象中就说一个品牌 那你是要打造一个很具象化 很直观的一个形象吧 就是穿衣形象输出给大家的 那一般来说选择就是有气质的 年轻的 或者说有魅力的 但是她是刻意去强调 不是说女性的魅力 或男性的魅力 而强调老年人的时尚和审美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 她就有点反少女感 我们经常说少女感 少男感或者年轻感 一想生命力代名词就是青春 她说不一定了 不一定是这样 她就拿比她年龄还大的做模特 然后拍了她的行路 一个look里面重要因素 当然是服装 但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因素 都把她疼童化了 就是模特 都要年轻貌名 都要按照我们既定的 那种有魅力的感觉去拍 就是对模特的选择 大家都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那个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让自己的服装去抹杀 年龄还不仅是性别 是年龄的一个障碍 对服装不了解 或者说人身阅历比较浅的 读者心目中来说的话 这都是门槛来的 很难看到服装的魅力 所以说她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星带货 这么一说的 她很少也让这些永远年轻 只要60岁也向20岁40岁也向20岁的女性明星去代言的 她们希望让一些有本色的这些艺术家给她们来做模特 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东亚的文化里面中日韩都有的 就认为女性的美就应该是一种能抵御岁月的年轻的少女感的美 都是以抵御衰老这种自然规律为审美的一个出发点的 尤其是在韩嘛 韩国和中国的话这个阵容啊 男生女生就微阵容以及整形素身都是变得非常的主流的审美的价值观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她反少女感就是岁月不是我们的敌人 而是我们的朋友不同年龄去体现她的本真的魅力 尽量的做到真实而自我 这是她所追求的 第二点的话就是她反快时尚的这个气质吧 版型设计它比较要求经典 工艺和面料的选择它不计时间代价 这完全就是一种反快时尚的一种思维 我们快时尚就说设计要快 那生产的工艺也要快 也要批量化标准化 最主要的还不是说她的设计理念 而是她对面料的选择和工艺的坚持啊 注定了她没办法快 比方说她最重要的蓝染和手工牛仔 工业化蓝染 那不叫蓝染 那是化学蓝染 我们说的天然植物的手工蓝染 就是什么 你从植物的采摘 量赛 到一发酵 最后染纱线 纺织 这个时间短则几个月 长则达到一年多 产品诞生的基因上面来说的话 她就是反快时尚的 这两点令人印象深刻吧 一个是反少女感的价值观审美 一个呢 是反快时尚的产品的DNA基因 我觉得就是让她变得一种不同 45R可能比紧尚宝美的知名度 在中国要大得多 但是我更关注的 就是品牌之后的这个人 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 就是你就是你穿的衣服嘛 实际上你穿的不是衣服 穿的是你自己 所以说一个品牌背后 决定性因素还是这个人 景尚宝美女士出生在日本的广岛 我们就说一下广岛 1954年出生的 刚好是战后的新生代 我们之前介绍过元素牛仔那本书 战后的日本人 其实是一个生命新生 或者思想新生的一个过程 战后为什么日本可以迅速的经济重建 包括自身了很多的战后的新的文化 跟战前的日本的那种军国主义思想 或者说很保守的 很西方 18世纪的那种思想 完全不同呢 我觉得就是文化的重申 更多的一种像美国文化的学习 更多的像一种世界文化的学习 更多的像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我们的和平主义的 这种战后反思的文化是有做的 我觉得从民间是有做的 因为战前是这样的 它过多的是学习英国的 我们的殖民文化里面的 会影响它一些文化的东西 简单说一下 战前的日本文化 肯定是亚洲文化学习西方的典范 但是同时西方文化里面的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 以及霸权思想 它也是全盘接受的 同时的话那种种族主义文化的优越感 工业文明的优越感 其实就重塑了日本战前的那一代 日本人的基因 所谓的明智维新的那种文化基因 它是优缺点非常突出 优点的话就是锐意进取 工业化完成的效率特别高 缺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 偏激的军国主义思想 以及对人的不尊重 它们是一种人的解放 但是是表面的生产力 作为生产力要素人的解放 这个人是服务于工业化进步的 服务于科技进步的 就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电力革命的 人本身没有觉醒 我觉得日本战后文化里面 虽然它的反思不是很彻底 比方说政治上也不是特别彻底 但是它的民间里头 生活方式领域 它对人的宗重的话 是达到了亚洲文化 欧洲文化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 人开始觉醒了 它会重新以人的角度 人是独立于生产资源 生产要素之外的一个存在 这样的话 它重新是审视日本传统文化 亚洲传统文化 我们说人的角色 重新审视就是美国文化 或者说西方的战后文化里面 人的觉醒的这种角色 它是有这个影响 就是对自我的关注 已经超越了对工业科技束缚了 就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 这个战后的黄金的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的所谓的黄金时代 就是有这样的特色 日本人对于人的认知 继承了东方文化里面 对人的在自然中的角色的认知的清高度 同时也认识到西方对人的这种认知 在社会或在工业科技环境下 人的角色的突破和解放 他也接受了 就景尚宝美 他自己出生到成长的这一时期 就带有日本战后的这种 新生的文化力量 就是一种生命力 就他出生到他创建品牌 以及他成长发展的阶段 是日本近200年历史上 最繁荣的一段时期 所以说景尚宝美这个品牌 必然带有一种 我们说的自信的抵御 对于自我的能力 和应对世界变化的 一种时代特色的那种 自信心 80后或90后出生的日本一代 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要去试图理解 他那个时代的日本和他的气质 就是一种知情合一的勇气和自信 一世独立在潮流中 做自己的这种漆皮式的精神 就是说大师都有这样的精神 广岛 说一下广岛 战后的广岛 广岛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 我们说的城市 但是大多数都是从社会意义上认识的 就是广岛的原断爆炸 和平主义的城市 战争的受害的城市 但是我们从服装的领域 实际上广岛是一个服装之项 关系地区是日本的服装的 大本营 我们说的大阪 服装产业很发达 港山是服装制造业的圣地 冰库 神户 左边就是广岛 实际上它是一个产业带 所以它出生在的广岛 你就把它理解成 它就出生在服装之乡就可以了 广泛的这样的服装面料 牛仔面料 城衣制作 汽水 皮革 都是遍布在这个地区吧 1954年 景尚宝美出生在广岛 从小的话 它就耳屋木然就是了解这些服装 也是家庭氛围的熏陶吧 它对那种自然气息的 就是老式的服装 还有就田园的那种生活方式 它一直是向往的 这也决定了它日后做的服装的这个风格 它喜欢听黑胶唱片 喜欢音乐 然后七八年的时候 它创建品牌的时候 就以自己喜爱的这个音乐事物 黑胶唱片的每分钟的转速 45rpm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品牌名 就黑胶的 复古的 爵士的 这样的音乐 是四十五玩的一个基调 什么基调呢 就是它肯定是由 复古 怀旧 经典 然后呢 骚众济世 留下来的永恒 什么是永恒 就是幻灭的 也就是永恒的吧 就像生命一样的 它是一个时间的过客 但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永恒的存在吧 最近不是有个电影吗 我看了信条 它说的 不要去试图理解时间 而去感受时间 这个也是跟景上宝美四十五玩的 这个生活方式美学有关系的 他也在采访中曾经说过就是 穿搭的这种美 品牌体现的审美的风格 就不要去试图去理性 去理解它 去解释它 感受 那是关于人 天生的 科学解释不了的一种东西 这个我就隐身说一下 他说的这个东西呢 我理解啊 就是跟诺兰电影里头 还有所有的这些伟大的 艺术家 创作者 景上宝美和诺兰 我觉得都是在不同领域的创作者 他们说的一种东西 他们首先是理性 要解释一些事物 但是他们更高的是 对于未知的敬畏 就比方说人类解释不了爱这个东西 感知 心灵感应这种东西 但是呢 不会盲目自大 觉得这东西不存在 诺兰是敬畏这些 他未知 人类所未知的东西 比方说爱 所以说星际穿越里面 他就是有一个主题就是爱是一种超越科学 超越这个虫洞 黑洞的一种神秘力量 景上宝美 他虽然不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他做的涂装设计吧 所谓的美学 有的时候是跟科学有关系的 美学就在提醒科学 对那些科学未知能解释的领域 其实提供了一种参照 就让你去强化那种感受 那种感受可能是不能测量的 但是确实是这个宇宙间存在的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再翻回来说 巴塔哥尼亚那个主理人乔伊纳德 在他的让我的人民去冲浪的那本书里面 他写的序言里面的第一个影言 就是用了王阳明的一句话 知而不行 视为不知 知道而不做 相当于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中国人 可能对这个东西的重视不够吧 因为我们老觉得王阳明 把他变成唯物主义的反面 认为他是唯心主义的 就把科学物理能解释的一切 看得太崇高至上 忽略了另外的 我们说心灵感应感受的东西 好说回来 就说景上宝美丛上的品牌的 一个宗旨的话 他希望呢 他做的服装是令人舒适 而让人愉悦的服装和风格 所以理解四处玩 就是服装 它的造型风格 以及它背后的生活方式 都是可以从舒适和喜悦 愉悦 这两个关键词 作为入门去理解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